前天不是宋兰芝咯 宋兰芝我就在你们当中 在你们行 我要去 我就去SB组织宋兰芝 宋兰芝的那个崇拜 然后我就点过回家 回家发现到 糟糕 家里没水还治水 治水转饭 用别的冲凉 做一个冲男人的 把他都会这样去那个 那个SB 以为没关系 那个那天没有水 冲回来还有水 有水冲嘛 回到家 但是水还是没有水 怎么办 又回来家会 在家会睡一个晚上 睡个晚上的 各天早上 想回去去冲凉 应该是 可是治水已经过了 回到家 又一样没水 我才忙了 真的很臭了 没办法 就拿一点衣服 来在家会里面冲凉 提早 然后 昨天晚上 又再回去 我以为说 那个治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回到家 我第一天自己打开那个水 还是没有水 我说糟糕了 我想今天早上 今天一定要半夜来 家会睡觉 然后就换衣服来这里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福顺 传道 你能不能宰我 我要拿衣服过来 很会大力 然后准备好 很好了 然后圣灵感动了 你为什么要不要去呢 水龙头那边去看下 那我不是这段运务的专业了 坦白说 我没有做过那个水龙头的 我就弄转了 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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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了 好像是看到神迹 好像是摩批 打开石头 然后有些水 出来很爽的感觉 哇 感谢神 所以感谢神呢 有时候你听圣灵的圣灵 圣灵会带你去 对的地方会带你去 那个叶广哥 阿们 阿们 那 我的奖章 到谁不帮我拿去 我能帮我奖章吗 知道是很好的奖章 来个身边拿一下 要帮我分了奖章 太好了 这个关你 阿们 对阿们讲的交话 有一个男人在电话中 这样打电话 这样就要审问 他说 请问 吴经理有在吗 那个 审问出了点就说 不好意思 这人很抱歉 吴经理 三个经理才有去死而已 哦 这样 他就关电话了 然后再不久 两分钟又打电话过去 唯 请问 吴经理有在吗 那个 那个 审问出的条件 你不耐着 哎 先生 刚才我不是跟你讲 这是第二次跟你讲说 我那吴先生已经 吴经理已经过世了吗 一个人已经过世了吗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大概大概半个小时了 过后 这个人就拿电话 就打电话过去 喂 请问 吴经理有在吗 我那个 那个 那个 询问出的那个小姐 就火辣了 我不是跟你讲 吴经理已经死掉了吗 然后那个男人就说 要是我知道 我们已经讲了三次 但是 我就是因为听到 吴经理死掉 我才感觉到 很爽 我敢再听多一次 哈哈哈哈 兄姐妹 在我们的男生当中 实际上是 持有实力 因为我们是对一个人 恨之入骨 恨到他死掉 还恨 所以我要跟你讲 这个需要过 需要告诉你 要提醒你 在父母节 你要原谅 而被原谅 阿们 不要再 恨之入骨 恨那个人 好不好 然后我们来做的 祷告 所以我们感谢 赞美你在今天的 佛华节的 礼 这样子 这一天来 求祝祢 赐福 在座的 你一位的兄弟姐妹 让他们准备心 打开他们 属灵的眼睛的耳朵 来领受 上帝你要对他们 说的话 主啊 我们不求什么 求求 祢把话语 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 得到祢的 我感谢赞美 祢 祢是好高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还有半个小时 如果进入讲多一点 可以吗 可以 看 平样子都是假的 今天快一点 OK 然后我们来看 如果有圣经 请你打开 菲律比书 菲律比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我读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我读和二本 对不起 这是本经文的 你们自己翻正经了 我读和二本第一节 所以你在基督里 如果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第二节 你们既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可以喜乐可以满足 第三节 凡事不可接纳 不可贪图 虚仇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 你自己强 第四节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第五节 你们当以基督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以神同等为强度 反倒虚几 做取恶无故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第八节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纯心顺服 一致一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第九节 所以神将他身为高 又是他 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将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积极 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十二节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如今 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 战 战兢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十三节 因为你们 立志形式都是神 在你你们心中 并行的 为了成就 祂的名义 十四节 管你所行的 都不要发音 延期争论 地主结诗 你们无可 只在 成十五位 在这个 歪曲 表 被命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好叫我在基督里 好 好 跑破我没有空调 也没有图栏 阿妹 那 各位妹 这个 这本书呢 是 北京理书 那 我在 孙阿娜的教会呢 我们 在开始一系列的讲道 讲着 用 伊佛所书单位 讲道的主题 我们 把每个礼拜 讲一章 每个礼拜 讲一章 就 讲完 就四个礼拜 讲完了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探讨 然后 刚好今天复活节 我也用这个的经文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复活的信息 那 我要给你一个了解的背景 保罗为什么要写菲利比书 那菲利比书是什么样的出现 菲利比书是保罗在《监义》里面 写的其中一本书 叫菲利比书 那 保罗 为什么叫写这样的情况 因为 当菲利比教会听到保罗 被捉进监牢里面之后 他担心保罗在监牢里面 没得吃没得穿 就派了一个人 一个医生叫伊巴 伊巴佛提 带着书信去 带着那些 供应的物品去找保罗 然后去帮助保罗 但是呢 在途中的伊巴佛提 病得严重 几乎死掉 那很好笑 他派的人要去照顾他 反正去保罗照顾回他 然后 一旦伊巴佛提 好了之后 一件事情 他就赶快写这个菲利比书 叫伊巴佛提拿回去 去告诉菲利比教会 让菲利比教会知道说 他很安全 他OK 一切都很好 所以这个 因为这么样的背景 他就写了这本书 保罗不是在很好 很安逸很舒服的环境下写这本书 是在监义里面写这本书 然后这些 他写的本书有反正的原因 第一 他很关心菲利比教会 同心恶意的问题 还有菲利比教会都很好 这个很完美 其目是没有 没有 没有问题的教会 但是有 这样的东西 保罗很担心 第一呢 有人传福音 圣经讲 在第一章就讲到 有人传福音是用了不良的企图来传福音 是为了要面子啊 是为了要一些好处啊 因为种种的东西来传福音的 第二 里面有两个女领期望 不要得罪女人啊 里面有两个女领期望 不合 两个在吵架 所以 她跟教会就有这样的问题 第一 有假的师父 假的老师 潜入教会了 讲一讲的信息 这一切一切的问题 就算一个 算大的问题呢 保罗说 他的原因来自一个原因 来自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骄傲 什么是骄傲啊 什么是圣经里面讲的骄傲啊 骄傲是一种自满 是因为目中无人的 自私的态度 什么是自满 自满是我自己做的 我不靠别人 这是一种教 目中无人 怎么是目中无人呢 我不需要人的帮助 这是一种教 自私 自私的态度 就是我最要求的 任何关于我的问题 关于帮助我的 对于我的有好处 这才是有信息 别人的事情 别人的事情 所以呢 我要告诉你 当然是 当然我要跟你分别的说 另一种的骄傲 是好的骄傲 是我们要有的 比如说我们为我们的国家骄傲 Malaysia Ori 对不对 就是一种骄傲 我们为我们恩典堂的骄傲 我们家会已经增长了 我们要打 我们要破坚了 我们为恩典堂的骄傲 诶 那你家会的 我是恩典堂的 对于家是恩典堂的骄傲 这样我们的骄傲是好的 然后我有穿衣服很有品味 有我自己的star 二我也是一种的低着的骄傲 这是好的 我做事情 我做工 在公司里面 我有一套的 一套的做法 我对 对主事为人 有一套的 给人家尊重的地方 这种的骄傲 也是好的 但是 我们这里 圣经讲的骄傲 就是这种的骄傲 圣经告诉我们说 诗篇101篇第五节说 眼目高傲 心里骄证的 我必不容他 上帝是不属业的 然后在正典第八章十四三节 那种说 凡心里骄傲的 为耶和佛 说真的 还有在新页里面 雅各诗第四章第六节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 谦卑的人 那 什么是阻挡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所以我们不要骄傲 阻挡有两层面 在希腊言文里面有两层面 当你骄傲的时候呢 上帝会 那里有加神就明白了 我们家是有hand break的 对不对 当你骄傲的时候 上帝就拉了hand break 免得你电脑 免得你去创车 上帝就阻挡你 break in 那另一方面呢 这阻挡是你自己阻挡 你阻挡上帝的保护 你阻挡上帝的赐福 你阻挡上帝的恩典 你阻挡上帝的怜悯 当你骄傲的时候 所以上帝说 圣经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就是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保罗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什么方案呢 就是 道准来讲 不要骄傲 万句话 今天我们讲的话呢 今天的复法的信息就是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信 以基督的心为信 耶稣的心是什么的心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马盖革命第十一章二十九节 怎么说 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当负我的恶 写我的样式 这样你心里就得享安息 圣经告诉我们说 耶稣是温和的 柔和谦卑的 他是谦卑不罪的 所以谦卑很重要 然后我们看保罗讲什么 保罗现在没有他们要谦卑 那你问我 麦克斯什么是谦卑 然后不要讲谦卑是什么 之前我们讲什么 不是谦卑 好不好 你就明白什么是谦卑了 第一 谦卑不是常常俱功 哎呀 哎呀我很谦卑 哎呀 这个是谦卑 哎呀谦卑 他不是这种的 俱功这种的 这种外在的表面的那种谦卑 谦卑不是常常讲 哎呀都是我不好啊 都是我不对 还到哎呀 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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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如说 当扫罗王 当大为说 你不要去碰扫罗王 因为扫罗王是上帝的受高者 这句话不是讲教的过来的 He is God anointed Couch not God anointed 不要去碰那些上帝恩教人 但是讲这种 这种讲这种过来的 他不是一种教啊 他是讲事实才有东西 然后 然后 还有谦卑不是 不是 谦卑不是常常把我们很谦卑的 而且 但那一刹那里认为你很谦卑 其实你就是不谦卑的 哪种点呢 讲很多的道很容易啊 讲谦卑的道不容易 因为每次讲到谦卑 我就要看到自己 我谦卑的 讲谦卑的道呢 有两个情况 讲好呢 适中呢 你就能领受 讲得太不好呢 你就会有反效果 所以 讲谦卑的道 而且最乏味 最不喜欢听的道 因为他是来克服你自己 克服你自己 克服己心的 也得到 那谦卑 有一个伟大的牧师 有这样讲说 谦卑是人类最难死的罪 所以 骄傲是人类最难死的罪 也是最后死的罪 所以你看哦 谦卑是很重要的 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哦 圣经说 只要纯心谦卑哦 所以没有人呢 天生就很谦卑的 我不相信 圣经告诉我们说 谦卑是要纯心去谦卑 才有谦卑出来的 你不是说 哎呀我现在很谦卑的 我 我一向来就很谦卑 不是的 你要刻意去谦卑的 你要纯心去谦卑 让谦卑从你身上活出来 所以 谦卑是什么 谦卑不是行业 我上次看到我们中国人很高高的 哎呦 安妮啊你的孩子很聪明哦 哎呦 不一样啊 不是啊不是啊 他笨的要死啊 不是这样的不要这样 你真正让他开始笨 他 我的鸭在碰你啊 你看他给你翻脸啊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 我们我们的中国人的喊鸟 就不是基本 不是谦卑的一个表情 他不是真正的谦卑呢 真正的谦卑就是 真是我的弱点 满足于我的地位 满足于神 创造我的高寿悲哀 满足于神 创造我的性别 满足于神 让我生长在这样的家里 满足于神 给我这样的智慧而已 满足于神 给我一切的恩典 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不能接受他有弱点 前辈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弱点 满足自己的地位啊 常常做牧师 又不能做大牧师 还要听大牧师讲话 很显耶 即使才能做大牧师 就是有些人不满足他自己的地位 有些人在做那个招待员 有些人站在台上做中窗 感谢人不管在哪里 千悲是满足于 在上帝给你任何地位 那我告诉你 我很小很小就去教会了 十三成岁就去教会了 从小我就学习服事 不是 我觉得服事是一个 我不敢站在台上 你记得看到 麦可牧师站在台湾 我告诉你 成何几十 十多二十年前 我是一个极度自卑 没有很多潜伴自卑的人 我不能站在人的面前 不能害怕的 那是上帝的台湾 我在家会有很多时候 不会跟他吵吵架 不会跟他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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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吵架 我就会跟他吵架 我就会跟他吵架 所以就有那些 不会跟我吵架的东西 来做 我服事生做得开心 赞美赞美耶稣 赞美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我是因为 全部都是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很爽的 因为那个地位 会很想骂的 椅子会很想骂的 窗口会很想骂的 车头也会很想骂的 多好啊 但是 这个是你不能够 彰显谦卑的一个地方来的 你总是要跟人家相处 当你跟人家相处 有摩擦 有冲突的时候 才能看清楚 你是一个有没有谦卑的人 谦卑 他们要我们谦卑 我们去看看去 其实真正谦卑就是不看自己 什么时候我们还看自己呢 你就是一个没有谦卑的人 如果你今天 自己查查自己 如果你心里面今天 还很在意人家这样看你 还很在意人家这样想你 还很在意人家对吗 这样对你的一种态度 我们还不够谦卑 真正的谦卑是不看自己 很多人能够做到不看自己 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 不只是要不看自己而已 而且要看耶稣 真正的秘诀不是看自己 我们眼睛要注目耶稣 很多人都 我不看自己 我可以做我的东西 但是今天上帝的要求 和圣灵的要求说 我们不只不看自己 而且要专注阳光耶稣 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一个人很谦卑 凡事都可以看医术的脸 给医术的脸 很多的摩擦 很多的冲突突出 真的很多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脸 我们脸子大过脸 老子脸子 老子的脸子放在哪里去 我这样的哦 都没有脸啊 所以今天 我们来看上帝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都要 谦卑 谦卑 谦卑不是外面的态度 而是灵里的谦卑 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 被耶稣基督所占有了之后呢 我们眼睛只看着 只是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人就谦卑了 谦卑的人 最大的表现就是 能够接受人家的advise 能够接受人家的意见 也接受受教 一个骄傲的人 只能教别人 不能听别人讲话 骄傲的人只会讲 不会听的 骄傲的人一听呢 他就打二续 那我做书师 我很有机会 常常跟人在 相处在一起 跟人家谈过 我会知道那个人呢 有没有 谦卑是其实很容易的 就是你跟他讲到一个东西 他不厌一听 他不想一听 之后呢 他就会唱着点听 如果他没唱着点听 他就会打个 啊 你知道 所以你知道那个人 有没有谦卑 你可以看得出 有些人喜欢 看别人不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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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的机会 不够啊 有些人只活在别人 赞美 赞生 赞美 赞生当中 来教会是一个 很好的地方 教会会骂人的 教会会讲坏话的 教会不会 会讲 那个叫做 叫做负面的话 都是讲自己的 感谢神 今天穿很漂亮啊 你很好 感谢神啊 都是很好的 那如果我们只习惯 只活在别人的掌生里面 只活在别人的赞美里面 如果一天人家讲 一个事实的话 你能怎样呢 你能怎样呢 今天我要跟你讲 心里话 你牧师可以讲心里话吗 可以像你们讲真事 心里话吗 我告诉你啊 在我这 这这这这这 这一些年的福祉里来 我可以告诉你 今 今次今次的当中 是一个很 一种的苦差来的 赶紧几十年前 我的年代 还有我 我上一辈的年代 当牧师是很容易的 牧师一来 呃呃呃 呃呃 哎呀呃呃呃呃呃 喂 坐好坐好 今天你当牧师啊 你稍微讲一个 多讲一个人吧 你现在你们别看到他了 我病程又是没有教会 我去别人教会了 看你的脸 回这个看你的脸色 真的 二十一世纪当中十一世纪有很大很大的折执 很大很大的折执 所以谦卑 谦卑是一个很重要 在我们生命当中 而且要有的一个因素 我们希望活在别人的赞美当中 但是一稍微背意义 我们就不能接受 所以 我们当人家在批评我们的时候 要请坐请坐 请坐 欢迎那请坐 至少君哥爸爸妈妈上 把欢迎你们大家快走欢迎来 他今天要来欢迎儿的受理 要敬礼 要 所以 我们在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的脸会被黑 在脸讲说我们会被黑 脸都会被变 这也是一种 来审查我们有没有前辈的一个表证 那有些人就是因为不愿意 度计心 看到一个人比你更好之后一次不要紧张 长久一直比你更好 你就开始度计他 其实我能做得更好的 其实我能做得更好的 如果是我做得更好的 如果是我做得更好的 还有 就赶快去传评你 赶快带他来教会 就算我不会讲传评音也不会讲到 但是我可以带他来给牧师跟他分享 今天来 我已经很早看到人很积极地带领的人 带领人来教会的 我常常听到 哎呦 人生好了 人和北上去 我们会随便不好好 你哪说自己我自己的书 你怎么不来到谁 我们都别了 因为我有来 当然你来教会是好事的 我鼓励你来教会 但是今天 很多今天教会软弱 今天从姐妹我们的分明 如果只顾着自己的事 我们只顾着自己来教会 有多少的人还 停留在 黑暗的世界 不认识耶稣 所以有点要鼓励你 不要安顾自己的事情 不要顾别人的事情 要是感到你身边的朋友 邻居 同事 家人 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 还没有机会遇到耶稣的人 你会要做任何事情 我们来看 然后保罗说 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给我们设了一个榜样 我们看到主耶稣 主耶稣 是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呢 圣经告诉说 耶稣如何的谦卑 如何的谦卑 圣经讲 他舍弃自己 就是 导空自己 我们的生命充满着瑕疵 所以我们常常犯罪 如果我们不厌一千杯 不厌幸福 我们生命没有得改变 耶稣 说给我们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耶稣本身是导空自己 什么是导空自己啊 反导虚几 这什么叫导空啊 就是 就是 将自己原来的生命 导掉了 让耶稣的生命 充满进来 导空是一种的功效 就是 导空就是 法里原有的东西 让它停止功效 主耶稣 导空自己 干 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 导空自己 让耶稣 在充满 然后 圣经说 他取了 有名物的形象 所以 什么是宪卑呢 宪卑就是服侍 愿意服侍一个人 那是一种 谦卑的态度 不怕麻烦 不怕 扯祸 暗争 你去帮助一个人 我正义了 这一路走来 帮助不少的人 反而 帮助他 没有得到他的贴见 反而还被咬一口 很多很多很多 不生其心 这个意思 但是 这就是一种 耶稣服侍的态度 耶稣服侍的生命 就是一种谦卑 他愿意把生命 取了奴徒的形象 圣经讲 愿意去服侍人 你看耶稣在哪一个 旷路道 看到人家 需要的时候 无比二鱼 就不会保护全个人 那里有需要 那里有帮助 要帮助的 他就医治他 释放他 甚至跟他没有关系 人家的婚宴 没有酒喝 他也把水 变酒给人了 一个婚礼的痕迹 耶稣是充满服侍的生命 还有耶稣洗门口的脚 还有耶稣在 雅各约翰 站在耶稣的门前说 耶稣如果你得位的时候 你能不能让我 坐在你的左边的右边吗 耶稣说 坐在我的右边 而左边的 不是我能决定的 但是呢 人子来 不是被人服侍 乃是服侍 服侍 服侍是一种谦卑 耶稣顺服 顺服自己 卑微重新 要有基督的心 必须住在 耶稣基督里 得到他眼前 就好像教朋友这样 我们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彰显耶稣的心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必须要 有这样的本质 和这样的原则 最后 耶稣常常被神之家 正讲 他不只是死 而且死在神之家 从里面 今天我们的神之家 我们看到 很多的 都喜欢穿神之家 有过的很好的 现在 但是 你知道吗 早前2000年 十字架不是一种 专业之外 早前2000年前 十字架是一个 恐怖形来的 是一个形剂来的 十字架不是一个 口号 阿里尾阿里 十字架 不是这样 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的应该 过的生活 我们必须被死的家 今天教会有太多太多的时间了 太多太多的人去谈 This is our right 我们的权利 耶稣从来不谈祂的权利 耶稣从来没有因为祂的权利 没有人能将自己的生命丢弃 耶稣说 是我愿意舍下神物 来救所有的人 今天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在世界有很多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都讲究权利 在世界谈太多的权利了 我要坏我的权利就是人权 人权 一个基督徒不是如何活出人权 一个基督徒是活出耶稣的勇 如果耶稣说他成为弩父的形象 所以如果今天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做弩父的时候 你不要说你要写像耶稣的勇敢 任何时刻里面来做弩父的时候 你就是在写像耶稣的勇敢 耶稣的生命是一个福士们的生命 阿们 阿里亚 阿里亚 在最后永续我讲一个 阿里亚 还有一个要有不只是谦卑的一个说法 要有证据的要要要要活出证据出来 要活出那种谦卑的证据出来 保罗说 哎 我有钱在你们当中啦 在你们那边啦 你们做的很多东西都很谦卑 但是我不在的时候啊 你们就不谦卑了吗 证据说 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基督在你们那里 你们更是应该这样顺服和谦卑的 因为保罗不在了两个女领袖 两个女的领袖就不合了 一个真正谦卑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因为我今天给你查考啊 我做一个例子给你一个调查 当你拍照 你拍一个全体照 这个全体照里面有三十多个人 当你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 你有在里面 你第一个看的是谁 你自己有 那里有前辈啊 前辈不是生来的 谦卑是纯心谦卑 刻意去谦卑做出来 在讲这个道理之前 我并不是我很谦卑的 我也是在审查 在查考自己 我们是一个学士的道理 没有人说因为我已经很谦卑 那不用不用学士了 我的腰已经摇到能不能玩到九十度 我看多厉害谦卑哦 我们需要谦卑 而且说你只要谦卑呢 谦卑是在每一件事上都不要发念念 不要起争论 谦卑不是眼前的服饰 不是做给人家看的 我觉得他家会是一个惩妇 没有我们的 compliment 你们如果 哎呀 孟姆弟兄他做得很好 孟姆弟兄他做得很好 孟姆弟兄他很好 他很好 我们感谢他 我们拍手给他 如果一天人家没有给你拍手的时候 一天人家没有给你掌声的时候 你是否还是愿意这样去做呢 我们的服侍应该是服侍给主 不是支持给人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活在掌声的当中 我们活在别人的鼓励的掌鼓励的当中 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来自是谁 我这样告诉人家说 假如你没有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没有这样做 就不是要再公开做 比如说你 我这样讲 并不是鼓励不祷告啊 不要误会 如果你没有在家里 家里一个人祷告大声的呼喊求 跳舞上帝 你就不要在公众场所 呼喊大声呼喊求上帝 这种思维 因为千贝是一种神秘 你在家里没有跳舞 赞美人 你就不要在人前那里跳舞 赞美人 千贝不是你做给人家看 不要受给人家看 你要审查你自己很多事情 你要做给人家看 还是做得上遗憾的 千贝是你做得上遗憾的 就算没有人感谢你 没有人称赞你 没有人看好你做的事情 但是你是做得上遗憾的 你还是坦白 你还是很高兴的来做 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人很羡慕的家庭 他说为什么你的家庭啊 没有吵的 总是走过你的家庭 听到欢乐声音 从来没有吵架的 大家都和乐和乐融融 很高兴一起去家庭 是一个美满很快乐的家庭 你们的秘诀在哪里 那个人问 因为他的家是充满了很多的吵闹 很多的不和谐 很多的烦恼 他就问那个人 然后那个人就说 其实我们家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好的 蛤 你讲什么话 那我们我们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的家人啊 有爸爸到妈妈 他说你姐妹啊 每次有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先做的 是讲我自己不好 是我不好 才使到你这样 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事情 害到你这样 很多家庭是这样的 脑也是路路 脑是路走路 也是路到海湾 所以家里就开始吵起来了 谦卑是上帝要我们要 只要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见悲的样子 中间里 能够活出见悲的样子 我们就很少 就减少我们生活上的摩擦 你要家里快乐吗 其实很简单 先看自己 不要去看 在家会里面也是一样 先看自己 不要痛快 先从自己开始 很多人 很多我牧养的方式 我看到很多人 弟兄里面跟我讲 他也是没有做 这个人也是没有这样做 我说弟兄 不是那个人有做 你才做的 那是你做给商店 是做给我看 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OK 我想话讲够了